关于很多特殊的命格 比如说这种锦兰刹格 之前我们也讲过 这个命格就是一个标准的锦兰刹格 它是取自于冤孩子瓶里面的 大家好,我是王炳生 我的风格是只讲干货,不说废话 我们来看这个命格 所谓的锦兰刹格 是指的是日圆是梗筋 地支有身子、沉山和水 而且这个核菊没有被破掉 那么就好比来说这种富贵之水 会追到一个锦中 这叫锦兰刹格 这个锦兰刹格的意思就觉得是 特别是个栏杆 古代的锦啊 它都是有栏杆的 防止人掉进去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个标准的锦兰刹格 根据现在沉月地支有身子、沉山和水 然后呢这个身子沉也没有被破掉 虽然我们说 身子沉山和水最怕的是窝火来冲啊 但是这个窝火呢 离这支水是特别远的 可是它不可能去冲 它就这个支水的冲的力量是比较有限的啊 就是四柱嘛 就像我们的身体一样 它都是有关系的 但是你的头跟脚的关系 它就比较远了 它就弱一点啊 比如说它头跟你脖子的关系更新 比如说你晃晃脖子啊 是吧 然后呢头就会动 但是你动了你的脚 是吧 你的头不一定会动啊 它就力 它就意思就是说影响力就变小了 但是子午冲它的力量就小 所以说它没有破坏这个格局啊 我们发现天干是有一个人水透出的啊 那么之前我们也讲过这种格局 就天干有三个笔节的话啊 这种叫笔节纵横 笔节纵横的话用七杀来持 我们叫笔节纵横一杀可制 或者是呢用食伤来泄啊 这个是用食神来泄啊 但是呢它也是叫食伤泄秀 食神泄秀啊 那么这本身就是一个金水同源 金水很旺 那么金水很旺的话 它最好呢还要用火来暖聚啊 那么它就有一个无火就可以了 为什么这一个无火就够了呢 因为它是在沉月啊 沉月呢就已经快接近夏天了 本身呢水金水比较旺 你可以认为这个水是比较凉是吧 就像春天的水一样它比较凉 但它不是含水啊 不是含水啊 用一个无火就可以暖聚啊 最少呢它就比较有贵气 那么走大运的话 我们就发现啊 走什么运呢 金水比较旺 那么就是用木火它就比较好啊 当然用水也可以啊 因为已经有火来暖聚了 就是你在走水运 其实也可以啊 走水运就是财华就比较出众啊 但是你要让你的财华 转化成实际的财富啊 利益啊 那还得见到这种木啊 见到这种 然后呢木再去生活 是吧 那就更好了 那发现走大运 你看新次的人物鬼位 地质呢全是火 是吧 最终呢它就比较的好啊 然后呢后来又走到金运 那么走金运 它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因为金水本身就是同源的啊 金就生水就行了啊 然后呢它比较有问题呢 实际上就是这个物子大运啊 因为物大运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就天端物土出现之后会嗑这个人水啊 这叫萧神多石啊 萧神多石 但是呢这个萧神多石呢 它并不是也不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啊 不是非常的严重 就是因为这个物子的话 物土坐在紫水上 它本身是偏弱的啊 虽然说物土可以以这个尘土为根啊 以尘土为根 但是我们说了三合局之后啊 这个尘土就是一层浮土了啊 所以说呢这个萧神的力量不是很强啊 萧神的力量不是很强 所以说天端是萧神多石 它确实是一种像 但是这个不是根本原因 其实根本的原因就是地质的紫水 紫水来冲吴火了 紫水来冲吴火啊 这就本身一个商官见官的一个像 而且原局本身有神的成三合水 那么这个紫水跟这个吴火是挨的比较远的 但是大运再出现紫水的话 这个紫水就可以有斜持是吧 斜持这个神的成三合水 直接来去冲吴火 那么这个吴火它就被冲了啊 这个吴火被冲了啊 而且呢这个物子跟人物还是一个天克地冲 就是说天端萧神多石 这是表象 地之子武相冲 商官见官才是实际发生的事情啊 那比如说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啊 一个大夫啊 一个大夫啊 那么一个官员的一个人 那么你可以认为他 萧神对他来说萧神多石 可能就是怀才不遇是吧啊 被贬到远处去了 那么他被贬的内因是什么 就是帝制的这种商官见官啊 就代表他冒犯了 触犯了啊 皇上啊 龙岩大墓 或者是一些权贵之相 导致被贬省啊 当然这个是从这个流年大运来看 他也是到了晚年了 其实也是无所谓了啊 但是肯定是有些是非是发生的啊 好了 这节课关于这个命局的分析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